大家好,这里是品读书香,我是阿俊 今天分享的文章内容是 人老了,靠谁,一起来听听 人老了,靠谁,看完这段话 让你终身受益,人老了,靠谁 人生在世,生老病死,谁都逃不过 人老了,谁都有无力的时候 谁都有无能为力的那一刻 人老了,到底靠谁 老伴再好,也只能同床不共枕 儿女再好,也只管自己的孩子 人老了,只能靠自己,这才是现实 当你真正老了,你会发现 钱没了,谁都是你的贵人 人走了,谁都是后人,病了 才知道谁最疼你,跌倒了 才知道谁会扶你,流泪了 才知道谁真谁假,离别了 才知道谁是真正陪你的人 人老了,一定要明白 靠子女不如靠自己 父母再好,也不要想着拖累他们 儿女再好,也不能想着依靠他们 因为父母终有一天会离去 儿女迟早也要成家立业 与其依靠他人,不如靠自己 老话说得好,大树底下无大草 人过流明,厌过流生 偷别人,不如靠自己,才是真理 人老了,一定要活得洒脱一点 快乐一点 不要把什么事都看得那么重 更不要整天忧心忡忡 欺人忧天,该吃就吃 该喝就喝 该玩就玩,该乐就乐 只要身体允许,你就要活得尽兴一点 潇洒一点 让自己的晚年过得开心一点 毕竟人生只有一次 生命不能冲来 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当下 珍惜眼前的一切 人老了,一定要学会享受生活 不要总是把自己束缚在过去的回忆里 也不要总是想着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 要学会放下 要学会释怀 要学会向前看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享受生活 才能真正地过好每一天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 我们都是其中的过客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遇到很多人 也会经历很多事 但最终 我们都会走向生命的终点 所以 我们要珍惜每一个与人相处的日子 珍惜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人老了 一定要学会感恩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 感谢那些给予我们帮助的人 感谢那些让我们成长的人 让我们一起努力 让我们的晚年生活更加美好 文章到此结束 喜欢请订阅关注 感恩有你